《水浒传》深度解读,朝盖被宋江架空时就注定了梁山的覆灭,毛泽东主席经常用梁山好汉的故事来自愈,一次在抗大的演讲中,毛泽东说,《水浒》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,我们现在也是逼得上山打游击。 建国后,在与越共领导人胡志明交谈中,毛泽东又提到,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,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,是教小学的,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。 毛主席又说,《水浒》这部书,好就好在投降,做反面教材,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,《水浒》,执反贪官,不反皇帝,宋江投降,搞修正主义,把朝盖的聚义厅改为中义堂,让人招安了。 金圣探把《水浒》砍掉二十多回,砍掉了,不真实。 毛主席一针见血的指出,《水浒》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,《水浒》中有革命元素,反抗精神,更有修正主义,投机分子,投降路线,今天的视频就简明恶药的分析,《水浒》是怎样一部政治书,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,点击订阅小飞吧历史。 一,为什么要造反,官逼民反,民不得不反,这是毛泽东一直用水浒自愈的原因,首先是官逼,其次是民反,这二者先后顺序要搞清楚了,绝大多数人都是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好好过日子的,但凡能活得下去,谁会铤而走险呢? 所以逼上梁山这四个大字里,核心是逼,为什么鲁制深,武松等人践踏规则蔑视法律,反而被人们认为是英雄,传颂至今,就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是反动的,法律对人民来说也是反动的,所以他们破坏这个反动的,腐朽的,落后的东西是进步的,高尚的,替天行道的,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立场问题,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,从不保留的,赤裸裸的, 永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说话,所以是水浒传,而非当扣制,当然,诸如理回的反人类恐怖主义行径,以及投降路线,投机主义都是我们必须要批判的,毛主席说得好,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,造反有理,这个理从何来,替天行道,这个道是哪里的道,替如在悲惨世界里,染阿让未快饿死的外甥偷了一个面包, 做了19年大牢,这个法律是否合理,染阿让认为不合理,沙威尔认为合理,这就一举道破了法律以及国家暴力的本质,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,我们看沙威尔督查,一副顽固,腻骨不化的形象,法律就是我的准绳, 你违反法律就是人渣,如果你认为他的形象仅限于此,那就实在太简单了,我们来看电影中的神来之笔,在电影的后部分,沙威尔督查混入起义的青年学生军中搞破坏,被认出并抓获,当学生告知他将接受审判的时候, 我们的沙都查这样说的,当法律为人民服务的时候,曾经把法律看得比天高的反动阶级,又拒绝承认法律,这么多么绝妙的讽刺,我们从悲惨世界中走出来,回到水浒传中,很明显,社会的黑暗,朝廷的腐败是梁山好汉造反的道和理,无论在原著还是在98央视摆水浒中,开头永远都要讲高求发迹故事,为什么不直接讲梁山好汉呢? 因为高求和他代表的腐败才是全书的体验,甚至可以说没有高求和腐败就没有一百单八将,高求发家的故事彻底展现了大宋朝廷的腐败与荒谬,而且这个腐败与荒谬是从根上来的,没有皇帝就没有高求,没有高求就没有梁山好汉,所以梁山好汉之所以被人传颂至今,并不在于他们道的水准有多高,我们后面会详细分析,而在于他们敢于反抗, 对于如此黑暗的朝廷,能反抗就有进步意义了,譬如朝盖等人截了生辰纲,拦路抢劫,为什么是正义呢? 因为生辰纲是梁中书搜刮的民之民高?有人说生辰纲那些金银财宝,朝盖上山后最后都分给梁山小喽啰了,也没有分给老百姓,为什么还要说它是正义呢? 这个你就不能要求太高了,不能因为一个张麻子造反是为了把钱分给穷人,就拿这个来要求所有人,张麻子那些革命者一己之力拔高了古往进来所有造反的道德水准,但你不能用这些去要求古人,对于梁山好汉来说,能有这种反抗精神,能不做安安恶嫖,有效奋地螳螂,就已经值得肯定了,明白了为什么要造反这个大前提,就可以开始今天视频的正题了, 梁山的路线之争,二,王伦路线朝盖路线与宋江路线,梁山坡根据头领的变更,先后经历了王伦路线朝盖路线和宋江路线,王伦路线是关门主义,排外主义,本身梁山上就只有四个头领,势单力薄,又能打又是天赐大恨的林冲来投靠,王伦极闲度能,怕林冲实力太强,威胁到自己的地位,所以百般推脱,最后又要林冲那投名状, 最后面子实在过意不去,才留下林冲,还给人家把坐死排在末尾,明显是有意打压,王伦的关门主义恶果也是明显的,书里说得很明白,阮是三兄弟就在梁山脚下,对梁山博大口是肉,大乘分金的日子也心向网知,但是为什么不去呢?阮小二道,先生你不知,我弟兄们几遍商量,要去入伙,听得那白衣袖是王伦的手下人都说到他心地窄侠,安不得人, 前番那个东京临冲上山,呕进他的气,王伦那次不肯胡乱着人,因此我弟兄们看了这般样,一起都心懒了,这就是关门主义的最直接影响,就是让本可以为革命发光发热的有生力量,望而却步,自身力量无法得到壮大,自身血液无法得到更新,革命事业也只能止步不前,最后朝盖等人结生陈刚上山之后, 王伦依然极闲度能不打算收留,说到底,他早就从一个造反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,守着自己的谈谈罐罐不放,最后身死名裂,被梁山坡抛弃,被历史抛弃,也是情理之中, 朝盖上台后,一举清理了王伦的关门主义,错误路线,梁山坡招弦那是,广结好汉,一时间兴旺了起来,在朝盖的领导下,梁山好汉发动了针对官兵的两次小规模的反围剿战斗,一次是三都基布使臣何涛带领的五百余名官吏民兵,被朝盖击败后割掉耳朵放走,一次是几州团练是黄安,带领的一千多水陆正规军和战船,结果黄安被升勤, 在梁山大牢关了两三个月就病死了,可以看到,一旦梁山坡招揽好汉,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后,还是展示出了很强的战斗力,而宋江路线则更有所不同,王伦是关门主义,宋江是开门主义,什么人上山都来者不拒,甚至于你不愿意上山,他还要坑蒙拐骗,用尽伎俩把你骗上山,而且上山人的成分也都模糊了,朝盖时代上山的, 要么是阮氏三兄弟这样标准的无产阶级,要么是林冲这种天赐大恨已经宇救自己,就阶级决裂的,诸如何涛,黄安这种压迫百姓危害一方的阶级敌人,朝盖是拎得轻的,无论是放走,割了耳朵是为了扬威震慑,起到宣传效果,还是囚禁致死,至少不会拉他们入火,成为好汉的一份子, 而宋江路线则全然不同了,我们说宋江路线是投降主义,投机主义路线,是门户打开主义,下面这三个拉人入火的例子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, 第一,秦明入火,秦明任青州指挥司统治,总管本州兵马,是正儿八经的高级军官,大致相当于现在地方军区司令员的位置,他打青丰山失败被俘,宋江假义生情留他在山上喝了一夜的酒,然后派小喽啰们穿上秦明的盔甲战袍,拿上秦明的狼牙棒,骑了秦明的战马,去攻打青州城,一边打还一边喊,我是秦明,我造反了, 结果青州之府杀了秦明全家老小,把人头挑在枪尖排在城楼上示众,秦明走投无路,只能落草为寇,你说宋江这个计策有多歹毒,为了拉秦明入火,把他全家害死还不算,还涂光青州城外的村庄,书里面这样写的,道德城外看时,原来就有数百人家,却都被火烧做白的一片,一片瓦砾场上,横七竖八,杀死的男子,妇人, 不计其数,你说这种王八蛋行径跟替天行道哪一个字沾边,最逗逼的还是什么呢,秦明外号霹雳火,也为他是个暴脾气,极恶如丑,一点就炸,结果他遇到给自己射到,导致自己全家被杀这种人,竟然心甘情愿入火了, 施奈安写到这里都觉得自己写杂了,他怎么强行解释的呢,上界星辰契合,意思是他们都是同一批星宿下凡,所以兄弟不会生兄弟的气,于是秦明全家被杀,只抱怨了一句,便说道, 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,只是害得我推读些个,断送了我七小一家人口,宋江答道,不嫩敌事,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,若是没了嫂嫂夫人,宋江恰知的花之寨有一领妹,甚是贤惠,宋江情愿主婚,陪备彩礼,与总管为事,如何?第二,李英入火。 铺天雕李英是大地主,打香绳,打庄园主,与水泼梁山是天然的阶级敌人,虽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住家庄,但是李英非常注意与梁山好汉保持距离,梁山两次上门求见都被拒至门外,虽然也竭力帮忙,但是言下之意非常明显,就是不想与反贼同流合污,毕竟人家是既得利益者,按理说强扭得瓜不甜,人家不愿入火就算了, 但是宋公明哥哥偏要勉强,他们先假扮知府和各级官吏公差,逮捕李英,然后另一拨人半路解救,把李英带上梁山。 李英被接上梁山住了几天,还是不打算落草,因为他认为自己虽然吃了官司,但相信自己被冤枉,确实是,因为都是梁山假扮的,李英找的借口是指不知家中老小如何,可叫小人下山则个,结果无学就孝道,大官人诧异。 宝卷几都取到山寨了,贵庄一把火已都烧作白地,大官人回到那里去。 是宋江,吴勇安排了一部分人假扮官兵,直接把李英的庄园烧了,把他家眷骗上梁山,多拒嘴,吴勇这个逼罪见了,明明都是他出的最歹毒的计策。 还偏偏一副洋洋得意你上当了的姿态,我要是李英就打抱无用的鼻梁,最后结局,宋江表示,我等兄弟们端得久闻大官人好处,因此行出这条起来。 万望大官人情述,李英见了如此言语,指得随顺了,结果他妈宋江还臭显伴,跟吴勇一个毛病,宋江便取笑道,大官人。 你看我叫过两个巡俭并那知府过来相见,那扮知府的是肖丈,扮巡俭的两个是戴宗,杨林,扮孔墓地是裴宣,扮于侯的是金大监,侯建,又叫和那个四个都头,是李俊,张顺,马林,白胜,李英都看了,目瞪口呆,言语不得。 第三,朱童入伙,这个简直就是拉低了梁山好汉的下线,朱童本来犯了罪,然后知府看他是一表人才,且笑意为重,就留在身边做事。 知府的儿子小衙内特别喜欢朱童,经常让朱童带他玩,这一说,这对于一个贼配军来说,是知府上下两代的重视了。 这个感情可是不一般的,结果呢,为了拉朱童上山,李慧先用麻药麻晕了小衙内,再带到城外一刀把小衙内的脑袋披成两半,把屠刀对准小孩子,无论古今还是中外,都是突破正常人类道德底线的行为,梁山人却可以做得如此从容不迫心安理得。 最有意思的是,宋江和吴用都觉得这种事情太脏太低端了,然后相互推脱,吴用,雷恒望着朱童便败,说道,兄长,望其恕罪。 皆是宋公明哥哥将领吩咐如此,若到山寨,自有分享,宋江与朱童陪化的,前者杀了小衙内,不干理回之事,却是军师吴学究,因请兄长不肯上山,以时定的计策, 今日寄到山寨,便修寄心,只顾同心协助,共心大意,修教外人耻笑,无用说是宋江的命令,宋江说是无用的计策,两个人都知道这是太王八蛋了,还是把脏水泼出去为妙。 水浒传,全篇很多这种精妙的扣来展现人物性格的,毕竟四大名著,每次重读都能有新的收获。 徐宁,卢俊义等人的入伙过程,与我们举的三个例子高度类似, 这里不再赘述了,可以看到,宋江路线不但拉人入伙,毫不挑剔,拉人的方式也是不择手段, 可以说,宋江毫无底线的行为,是造成梁山道的滑坡,信仰缺失的根源, 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已经成为了一种空泛的口号,绝少有梁山好汉在用它去做指导思想了。 三,革命纯洁性,可以看到朝盖路线和宋江路线最典型的区别,朝盖对于围剿的核桃, 黄安都是以坚决的力量回击后对其进行肉体消灭或精神消灭,割耳朵算是精神威压, 而宋江对于同样的阶级敌人、秦明、李英等都是用尽心思招揽, 这两种不同的路线造成了两个深远的影响。 第一是权力的问题,贯彻宋江路线最直接的影响,就是朝盖被架空了, 很好理解,人多力量大嘛,宋江费尽心思拉人上山, 不是因为他天生犯贱,喜欢恶心人,根源在于他就是投降主义最核心的信奉者和执行者。 拉一些半推半就的人上山,他们肯定他天天想昭安了, 那正好我也天天想昭安了,他们还不跟我一条心吗? 这样反而就更加壮大了宋江路线,那朝盖路线还有谁去贯彻执行呢? 从人数上来说就是少数了,所以梁山后期,宋江天天说哥哥是山寨之主, 不可轻动,把山寨大权独揽,于己,天天带着酒桶,朝盖一点办法都没有, 原著中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情节, 神行太保戴宗出差败事,遇到了拼命三郎石秀劝他入伙, 戴宗原话是这样的,去投奔了梁山坡宋功名入伙, 如今论乘分金钱,换套穿衣服,等朝廷招安了,早晚都做个官人。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,首先戴宗说的是投奔梁山坡宋功名, 但此时宋江刚刚上山,戴宗跟他一起上山的, 这时候朝盖还是光明正大的山寨之主, 但是戴宗说宋江不说朝盖, 其次戴宗把话挑明了等朝廷招安了, 早晚都做个官人,说明他们毫不忌讳造反就是为了招安, 是为了要挟朝廷更大的法码, 戴宗自己就是官吏出身, 自然也是宋江路线坚定的追随者, 所以他认宋江不认朝盖, 天天想着招安, 也是情理之中的, 有网友统计过。 梁山坡中造反前有身份有地位的, 地主、财法、官吏、军头、知识分子, 有72个之多, 被网友戏称为72个二物仔, 但这就占据了梁山好汉的三分之二之多, 梁山坡所谓农民起义, 真正像阮氏三雄、渔夫、谢真谢宝、猎户, 这样纯正的无产阶级反而占了少数, 宋江路线贯彻的最终结果就是, 梁山坡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, 从一个替天行道的农民起义军, 变成了以造反自重的官吏, 地主、军头联盟, 第二是革命纯洁性的问题。 梁山好汉既然喊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, 说明他们还是有理想有情怀的, 至少比大宋官家好太多, 既然有一个最高理想, 就牵扯到了革命纯洁性的问题, 否则大家一起腐败堕落, 欺负老百姓, 那跟朝廷还有什么区别呢? 书里也可以看到, 朝盖对革命纯洁性还是有要求的, 譬如石仙等人在住家庄偷鸡被抓, 上了梁山之后, 朝盖的第一反应是惩戒这种行为, 朝盖发怒, 有一小部分是强盗对小偷的鄙视链, 很大一部分是梁山好汉忠义为主, 施恩德渔民, 这三个毛贼, 偷老百姓的抱小鸡, 缺得不缺得, 偷鸡就算了, 还被人抓住了, 被人抓住也就算了, 还说是我们梁山好汉, 朝盖生气, 要砍了他们也是情有可原, 但是被宋江劝住了, 宋江劝住的, 不然, 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所说, 那个古上早时间, 他原是此等人, 以致惹起住家那来, 岂是这二位贤弟要淀入山寨, 我也每每听的有人说, 住家庄那次要和矮山寨对敌, 非是我们生事害他, 岂是难无理, 只是哥哥山寨之主, 岂可轻动, 小可不才, 亲领一只军马, 岂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住家庄, 宋江这话水平高得很, 首先他说石坚就是这种人, 就把他从朝盖的革命纯洁性摘出去了, 然后把锅甩给住家庄, 反正他们总要打我们, 我们现在打得去好了, 最后通过出征把军权揽过来, 进一步架空朝盖, 朝盖为了维护组织纯洁性, 想惩罚人而不得, 这就说明他已经被架空了, 朝盖要杀人, 宋江把人救下来, 谁更得人心, 梁山一百丹八将就是军事贵族寡头政治, 谁给寡头们宽松愉悦的环境, 谁就更受支持, 谁总是强调革命纯洁性, 寡头们就会紧张而不自在,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跟了黑三郎, 而不跟大哥的原因, 于是梁山坡就拧巴了一段时间, 毕竟朝盖还是名义上的山寨之主, 虽然他们早就买开了狗肉, 但是这个羊头毕竟不能摘, 而朝盖一死则彻底意味着朝盖路线的终结, 大哥死了, 宋江无用以及七十二个二五仔们可以明目张胆, 肆无忌惮的走他们的投降路线了, 可以肆无忌惮的卖国了, 从此梁山坡的一切举动都服务于怎么投降, 如何更好的投降, 替天行道的理念, 从此与他们毫无关系, 鲁迅先生评价水浒传, 就犀利的指出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, 终于是奴才, 这大概就是对后半部水浒的高度概括, 四, 为什么要肃反, 我们可以看到, 组织发展到了一定程度, 思想凝聚力和信仰纯洁性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, 像梁山这样, 总共一百担八将, 结果七十二个二五仔, 那还完毛啊, 只有投降主义和投机路线可走了呗, 想要壮大自身力量, 就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, 把我们的人弄得多多的, 而人一多, 难免会标准降低, 泥沙巨下, 大家可怀不同的目的, 曾经的理念和信仰就很难保证,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? 另外需要讲明白的一个问题是, 就是上文说的, 大家总用我党革命史为标杆, 去要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, 结果发现他们都是流氓, 土匪, 强大,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, 我党我军一己之力拔高了起义的道德水准, 搞得大家总以为但凡造反你就得三大纪律八项主义, 你就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 你就得把大娘家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, 再把水缸加满, 这个太理想主义了,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没几个道德水准靠谱的, 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比官军强就行, 譬如明末官军杀粮冒功, 劫略百姓, 还要提出剿匪安民的口号, 结果李自成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剿兵安民的口号, 也为跟土匪一比, 官兵更像土匪, 当时的老百姓也用脚投票了, 吃他娘, 穿他娘, 开了大门迎闯王, 历史上农民起义军能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, 而我党的敌人是几千年封建主义, 全世界列强帝国主义, 国内张牙舞爪的官僚资本主义, 自然需要超强的革命纯洁性与信仰来维系的战斗力, 那么党是如何做到的呢? 答案只有两个字, 速反, 不要认为速反是错误的, 速反的全称是肃清反革命分子, 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式组织的政党, 速反是保证组织战斗力, 革命纯洁性的必要条件, 谁虎赚就生动的展示给我们了, 造反的门槛是很低的, 造反众人是心怀鬼胎的, 有的是替天行道, 有的是路见不平, 有的是走投无路, 有的是官逼民反, 有的是体制内提升自己溢价能力的, 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钱来的, 像张麻子这样发给穷人的少之又少, 如果不速反, 下场就是像梁山坡这样, 被投机分子充斥进组织内部, 最后只能走右倾投降主义一条路, 所以不要被阴阴作态的文人默克带了节奏, 他们不满速反, 因为他们就是被速反的那部分, 毛主席说的好,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 不是做文章, 不是绘画绣花, 革命队伍必须要速反, 但是速反扩大化是错误的, 要区分这两个概念, 速反是必须的, 但速反往往会扩大化, 这是列宁主义政党难免的政后, 在历史上, 速反扩大化给我党我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害, 发生了众多亲者痛, 仇者快的事情, 无数优秀的革命战士, 没有倒在敌人的屠刀下, 却成为自己人枪口下的冤魂, 让人扼腕叹息, 那么如何解决速反扩大化的问题呢? 伟大领袖毛主席设计了一个天才般的制度模型, 完美的在保证队伍革命纯洁性的前提下, 避免了速反扩大化的危机, 这个天纵英才般的设计, 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伟大的创新, 答案也只有简单两个字, 整风, 整风不是隔离间接, 不是用反特务间谍的手段整打, 不是肉体消灭, 而是挽救思想落后, 行为落后的同志, 毛主席给整风运动精炼的提了一套流程, 团结, 批评, 团结, 第一个团结是出发点, 我们整风出发点的是为了组织团结, 而不是要肉体消灭某些人, 第二个团结是目的, 整风的最终结果还是要团结, 而批评则是达到目的重要的手段, 批评的出发点是团结, 批评是为了让你进步, 最终还是团结, 毛主席为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提炼了八个大字, 成前毕后, 治病救人, 我们是为了救人, 不是杀人, 不是把落后的同志肉体消灭, 从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力, 精神力凝聚力更上一个台阶, 这是毛主席天才设计的伟大功效,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, 遵义会议之后, 党内也从此杜绝了对同志的肉体消灭, 诸如王明博, 古张国焘等人, 也都是思想层面的清算, 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自信, 张国焘叛逃之后毛非常之淡定, 也为知道他已经掀不起什么风浪, 反而还是一个绝佳的反面教材, 还是那句话, 不要信什么狗屁酸腐文人对于整风运动的阴阴作态, 因为他们就是落后分子, 整风之前他们72个二五载还能兴风作浪, 整风之后二五载们成了少数派, 他们不抱怨谁抱怨, 也就是毛主席心肠好, 要隔四大林, 早就按肃反那一套肉体消灭了, 在之后, 毛主席又对整风的理念进行完善与扩展, 要发动人民自下而上的净化先锋队, 自下而上的洗净官僚主义, 这个伟大的理念与设计同样值得大书特书, 日后的文章我们会详细讲解。